2006年的時候,這套位於北京北五環外的別墅 當時只是一個毛坯房 我用了10年多的時間慢慢地改造 當時購買這套房子的時候,剛從英國留學回來 一眼就看中了這個中式建築的院落 最初這套房子是別人挑剩的,戶型也不是特別好 一層基本沒有開闊的空間 把原有的小的窗拆建成寬敞的落地窗 把外面的景色和光線引入室內 客廳,我會在這兒喝茶,談古琴 茶席則是15年前,我從山西收集來的 背後的牆上,我開了一個五米超長的橫窗 就像中國的繪畫長卷 可以看到窗外竹子的搖曳 與對面牆壁上的水墨畫相呼應 餐廳是一個很開放的空間 任何的桌子放在這裡都會顯得比較小 所以我為這個空間量身定製了一張超長的餐桌 它的材質跟牆壁的材質是一模一樣的 目的也是為了讓桌子隱身 現在我們坐著的這間茶室 正午之後它的陽光直接就照到了展架上 搬躺著看書 然後時間就不知不覺就過去了 除了廚房、臥室和衛生間以外的所有空間 均是沒有門的 這樣可以讓光線、聲音自然地流動 二層有書房、佛堂還有臥室 原本是陽台的地方,改造成了佛堂 在佛堂通往主臥的空間 設計出了一個玻璃長廊 早上最早的時候光線能夠撒進來 我喜歡禮堂的四季山水圖 於是我把它做成了背景牆 浴室的那個浴缸有兩米乘兩米 浴缸對我來說就好像是一張床 我希望它盡可能大 整個空間我大量地使用了水泥和黃土 紅色點綴使用能讓整體空間充滿熱情和溫暖 院子種了玉蘭、月姬、丁香 都是平時可以拿來插花用的 2007年第一次聽昆曲 被昆曲深深地吸引了 昆曲是柔中帶剛的 我的空間設計覺得柔軟 那它又很利落 這套房子經過十多年的打磨 現在是最舒服、最理想的狀態 也是我一輩子想要住下去的地方